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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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闪国立 我是世界荣村联会的主席 也是国励娱乐集团的主席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出生在西營盤 一間房住七個人的家庭 我爸爸六十多歲才生我退休 靠我媽媽四十多歲 一個人賣小販養大我們 幾兄弟子妹 我可以夠膽說 我是徹頭徹尾基層的市民 香港是我們的家 香港有一個很窮 生活很不穩定的社會 到今天經歷了那麼多人 那麼多一代的努力 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我覺得香港到今天 是世界一個奇蹟 如果六十歲是老人 我們是一個傷殘老人 但是我都看不過眼 今天香港那麼多年成果 被一幫人破壞 我心裡實在是很不舒服 大家其實是眼見的 旅遊業一片蕭條 各個市民不敢出街 一聽到哪裏活動 就哪裏立即走 我們現在都已經內憂外患了 有貿易戰 香港的出口都已經有一個打壓 你問學再加上這些內需 其實影響是很大很大很大 但是今天的老師是鼓勵學生去什麼呢 去暴徒示威 灌輸一些不正確的思想給他們 很痛心的 去暴徒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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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這位老師將來 他最後會自食其果 理由為何 你訓練了一批 不專私重道的 下一代出來 你都不要期望他將來要尊重 我拍的電影 的專私重道精神 其實在現實世界都是很需要的 因為專私重道才能做到什麼 敬老尊嚴 我感覺到今天的示威者 分三類 第一是所謂暴徒 其實他借著訴求的理由 去做一些破壞社會的事 所以我感覺到今天的示威者 第二是他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論壞 而最後那裡有一班人是善良的 他真是想香港好 不過只不過他的思想 或者某些程度被人誤導而已 那這裏我是希望大家 不要去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如果真是為香港好的話 要採用和平的方法 今天有很多人拿著BNO 還去乞求他們可以回到英國居住 這一個是很愚蠢的事 回歸前就真是沒有自己的 回歸前立法會說了一句 臭鞅出臭草 黃文化立即趕你出立法會 但是今天回歸之後 由范徐麗泰開始 可以不用穿西裝 可以穿T恤 可以帶東西進去 接著到曾玉成主席 容許他動牌 好像賣廣告那樣 其實已經越來越放縱 我們不單是… 所以今次今日你還不珍惜香港的一切 還說香港沒有自由 我說你們是完全錯了 所以我最大分別 回歸前和回歸後 香港人當家作主的權力是越來越大 大到根本已經是不受控制 但是我們覺得得色好意衰 由大家珍惜現在現有的一切 不要讓他漸漸漸漸漸 退色沒有了